欢迎收看8月11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杨子轩 新闻一开始 首先带你来看到 富林乡60石山 网游大地感谢季2024 60石山金真华季 8月10号到10月13号 磅礴登场 富林乡农会特地流化面积26公顷 农民自主开放流化面积24公顷 合计50公顷 8月10号在山上的跳舞场热情节目 金真花美丽的绽放 60石山金真花茶农 为了要让游客上山能够看到美丽的花 特地在停车场附近流花 美丽的风景尽受眼底 就随便有一区 人家游客过来 没有这个停车场都没有开花的地方 没有看到就留一区 就给游客最少有一点花给游客开 这里是60石山为了迎接金真花海 富林乡农会特别办理旺忧大地感谢季 202460石山金真花季开罗仪式 县政府农业处长亲自到场 欢迎各地游客来到花莲 不管是县政府这边支持的流花 或者是农友的自主流花 现在都已经达到了将近50公顷 那感谢大家的一起配合一起合作 让我们所有的游客来到花莲 可以看到美丽的金真花海 那60石山之外 玉西地区农会的赤克山 也有相关的活动在推行 欢迎大家可以来到花莲 金真花茶农林俊杰表示 今年花期以及采收期都因为气候关系延后了 不过目前花矿都还算不错 金真花也是因为六月中到七月底 都没有下一丁 所以还是没有雨水的滋润 然后金真它的花期跟收成都会延后 60石山今年是以忘忧大地感谢季为主题 用庆典的方式呈现 透过欢乐的开幕仪式 邀请游客一起参与欢乐庆典 同时紧扣着富里乡农会的理念 与大自然和谐共存 感谢这片土地守护着家乡 记者高双双富里乡采访报道